街頭空襲警報大座 防空系統攔截來襲武器 空中產生原狀煙霧 林眾念念有詞 紛紛衝進防空洞 以色列台拉維夫 時隔四個月又遭哈馬斯攻擊 天花板碎片四散 八枚飛彈 直接從加薩拉法瞄準 以色列中部面對敵人狂炸 以色列當局閃電反擊 恐怖尖叫眼前一切全被火海吞噬 儘管以色列宣稱要炸的是哈馬斯資深官員 但當地卻是集滿躲戰火的難民 目前已只有35人罹難 尤其多數受害的都是老弱婦孺 而這一區還是以色列指定的人道非撤離地區 讓加薩百姓更是怒火中燒 過去一天內以色列攻擊十多個避難所造成 至少一百九十人喪命 一邊發動攻勢 另一頭持續送物資 以色列對外宣稱 放行360輛卡車進入加薩 似乎有意淡化一連串的攻擊行動 TVBS新聞做不到